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到我12年在惠州开下低价店 他们都不知道我开店的 真的他一个人我觉得太辛苦了 当时我婆婆总觉得说 我自己身体都不舒服 我怎么去给你带孩子 心态就是说没摆好 因为我们钱给的少 17年 18年 19年 连儿子一次电话都没有问过我一次 女儿呢 经常是打电话 两个比喻 你们觉得我关不关心啊 母亲 流鼻血 媳妇 请不到假 我不要这个工作 我妈立马都要走 她第一时间到的 到的过程当中 给我打电话 老妈 流鼻血不止 我说不要管那么多 先打120 你照顾好吗 我马上回来 做到所谓的 马上是有多快呢 接近60公里路 我只用了不到30分 如果以前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 那后来 是不是 就不一样 林先生 现在你们觉得 他们确实可能 面临这个困难 钱也好 还是这个带孩子 时间也好 他们确实面临这个困难 还是在你看来 这些根本就不能成为困难 你们只要努力去劳动 我们现在还是可以带两个孩子 这个账 我没有能力给你们赏款 看得出 唐先生在生活中有努力 对父母也有孝心 可呈现出来的状态 却永远是在抱怨 永远在索取 也让父母和姐姐 无法接受到他心底的善意 在观察员文艳看来 两代人之间 互相误解和埋怨的背后 是因为这个看似成熟的大男孩 一直没被看懂 为什么他会 在很多事情上会觉得 你们在偏袒姐姐 你们向着姐姐说话 是真的你们向着姐姐说话吗 其实不一定是哦 有的时候 他的感受是 当我需要抚慰的时候 你们没有照顾到我受伤的心灵 你没有关照到我 还是一个大男孩 一个被你们从小宠大的大男孩 在他小时候 他有这种宠爱和抚慰 他逐渐长大了 你们认为他大了 他该懂事了 可是实际上他的心理还没有 他下意识地叛逆的心态会觉得 你们向着姐姐 你们偏心眼了 你们过去不是这样的 关于孩子的那件事情 爸爸妈妈都说 姐姐也说 可能是为了逗孩子 站在孩子父母的角度来讲 肯定不会认同这种观点 任何一个父母 看到自己孩子身上有伤 而且在哭的时候 想的一定是 你是不是故意的 不会觉得 大人会这么没亲没中 今天唐先生场上说了这么多话 这件事情 我可能是唯一有一些认同的 这种认同 并不是完全去说 这个姐夫是怎么样的 而认同的是 他们二位的这种心情 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也希望场上的爸爸妈妈 能理解你这个儿子 他的心情 他的状态 包括儿媳妇的这种感受 当然我想跟小林说 可能在这个家乡 过日子啊 可能还得再把心放大一点 就是有事啊 也学会直接的说出来 比如说水被关了 你就直接喊 谁把这个热水器关了 你赶紧给我打开 我在里面洗澡呢 你一下就委屈上来了 我洗个澡 你都能把水给我关了 我太委屈了 先别这么想 包括这个鞋 妈妈说 这个穿的脚臭 你说妈 这不是你自己挑的吗 是吧 那个下回我们去挑 再挑一双 我给你挑 好不好 他们其实也不是 恶意针对你 他们跟谁说话 可能都差不多 都是这个样子 有的时候我觉得 先不要急着委屈 先把你的需求 直接的说出来 也许会好过一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